我原来有一个 我这不又逃了一个吗 哎呀 我手欠 我把原来那个送人了 这玩意就跟养鸟一样 一个鸟 一个笼子 这是一套 我呢 一看光有笼子没鸟 我就把笼子给人家了 刚给人家 鸟回来了 给谁了 给钱顺风了 我得去找他把笼子要回来 顺风啊 顺风 谁啊 接着吧 我 试饭 诶 小姨父 你咋有空来了呢 我的笼子呢 不是 什么笼子 你坐下 坐下 不是什么笼子乱七八糟的 你结婚的时候 小姨父是不是随理了 小姨父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谁随理了我记不住 谁没随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 没随 我随了 你没随 我是空着手来的吗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记得你是端着一个碗来的 一进门就 给点吃着包 给点吃着包 我要换 你就是端着个碗来的啊 想起来了吧 啊 就是这个碗 怎么的了 我现在拿钱来赎来了 想当初 小姨父没钱 现在有钱了 你把碗还给我吧 你要出多少钱 一百 你这个人一说谎就手抖 你忘了你这个毛病了 把你的一百块钱收起来 你就实话告诉我 这个碗怎么的了 打开了小姨父 我小姨父 别碰我 我说我怎么了 你知道吗 啊 春风 哎 你小姨那个脾气你知道吗 是不太好 哎呀 只要一跟我说两句 我啪就摔碗 没炒了 就啪就摔碗 我们家一地碎片 一个碗都没有了 我怎么办 炒菜的时候用手抓呀 吃饭啊 来回抓呀 不用盘子吃吧 吃不饱 用锅吃吧 吃太撑 你没觉得我最近 一会瘦一会胖 一会瘦一会胖吗 别受了她的蒙蔽 一直在说谎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手一直在抖 哎呀 你坐下吧你 哎呀 小姨父 你就跟我明说 这个碗到底值不值钱 值多少钱 就是蒙不住你 你还蒙我呢 你 一千块钱 两千行吗 最多三千 成交 我后悔了 你后悔来不及了 我告诉你 拿碗 三千块钱可以啊 但是这个碗不在我这 不 哎哎哎 不在你这儿 你跟我这儿嘚瑟半天 二米粒收着呢 二米粒 哎呀 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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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米粒 没在家 在家呢 你整天到我们家来 你也没啥正事 你喊她她能出来啊 我今天喊她 她一定出来 你信吗 我不信 五句话之内 她出现在我后头 你信吗 来你喊喊试试 我到你家来 是找二米粒的 一句 我是来夸她的 二句 这孩子越来越漂亮了 三句 大大的眼睛 双眼皮 高高的鼻梁 薄嘴唇 来了吗 我从你那点出息 小一波 这孩子一夸就出来 来来来来过来 小一波你你来了 二米啊 小一波跟你说个事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是不是随礼了 别闹了 你俩随 你就喝个碗来 就说我叫吃的吧 那个碗 我告诉你出事了 什么碗 千万别用 为什么 有辐射 别闹了 你都跟我说了 那是明代的碗 哪来的辐射呀 就是明代的碗才辐射的 你不相信 你大马路上看看 现在哪还有一个明代的人 全辐射美的老 我告诉你 你还不相信 而且那个碗有副作用 用那个碗吃饭 长胖 你说这个倒是真的 你看看 我就吃过两回 我长了好几斤 而且还有这个 睡觉打呼噜 对对对 他睡觉就打呼噜 整宿整宿的打呼噜 我睡过着怎么办 我只有看手机 什么玩意你看手机 你搁那吃鸡呢 不是 还有 走路直哼哼 对对对 他走路就哼哼 我那是唱歌 我一说他 他就狡辩 他就说唱歌 行了 你中度已经很深了 傍晚还给我吧 快点 晚安 我撇了 撇了 二美丽三千块钱 他妈你俩像那样 我撇完早有个捡回来了 谁捡回来的 谁谁 我那 你爸捡回来的 不是你咋知道是我爸捡回来了 你哼哼的吗 哼哼的 姐夫说话 我说啥来着 碗吗 对 你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个碗 我结婚的时候你还有头发呢 废话你那时候也 不是 他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一个碗 你知不知道 哎呀 就是我一撇你就捡回来 我一撇你就捡回来 那个 那个碗呢 我撇了 哎呀 爸呀 那可是三千块钱呢 撇哪了 你看把你们吓的 我这人你们还不了解 我捡了这东西 我还能舍得撇吗 没撇 碗呢 在我这 在哪呢 那碗你样子干啥呀 那碗有毛病 什么毛病 我打有那个碗 你妈就没让我上床睡过觉 他说我打呼唬 脚的他一宿一宿睡不着 跟你一样 结婚邻居都烦死我了 人家说他跳广场 我说我在旁边哼哼 人家踩不上点 我跟你一样 还有那种吃完了 长肉 这跟我一样 我一看我胖了不行了 我一看咱家那小狗受的可怜嘛 对对 我就把那碗给狗了 结果那狗原来是不是瘦得真像个狗似的 对对对 现在你看 怎么的 熊杠 不怕了 不怕了 碗呢碗呢 狗窝里呢 过哪来去 喂狗的碗你也要啊 你快点的 这什么嘛 我没有要那碗又干什么 你找去 你别闹啊 街坊里面 这事没这么简单 小姨父 你就给我 你给我说实话 这个碗到底值多少钱 多少钱 我刚才跟你说多少 你三三三年 最多能卖六千 行了 一会碗到手你给我六千块钱 嗯 碗没在你那儿我给你什么六千元 那小姨父 给我我这儿呢 你给我六千块钱 你都撇了我给什么六千 那你给我岳父 我说话 你岳父视金钱如粪土 给他什么钱 另外他能把碗给狗 他一定会把碗给我 而且说不定请我吃饭呢 哎哎哎 没过没过 别说话 怎么样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好消息 狗还在 坏消息呢 碗没了 六千块钱呢 碗呢 我说是 你刚才我不找碗吗 走这道上 我就想 我突然想几个事来 什么事 就是前两天吧 来个收盆烂的 啊 就围着咱家那个狗窝 就来回转 啊 我就纳闷 我就过去了 一看嘛 人家告诉我了 啊 说这个碗有毛病 啥毛病 就当时设计时候 尺寸不对 哦 说那个碗吧 人要用它吃饭吗 啊 一碗吃不饱 啊 两碗就撑着了 对对对对 我就找我不好料 我才胖这样吗 是我就跟你不一样 我是两碗吃不饱 三碗撑死了 撑死了 行了 别说那件没用的了 还晚呢 这老头拿走了 哎呀 哎呀 你看看你咋能给的 是啊 小姨爸 哎哎哎 哎呀不至于吧 不就六千块钱吗 小姨 什么六千块钱 哎呀 我告诉你 那个碗 二十万 我找那个老头去 上哪找去 那肯定是个行家 我告诉你 他给你多少钱 什么给我去 我求人家拿走的 人家还不是可以拿呢 我还请人吃顿饭呢 哎呀 爸呀 你这这个咱家不赔本了吗 小姨父你也是 你为啥不早说你那碗那么值钱 来来来来多坐下多坐下啊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啊 就那个碗吧啊 一个不咋值钱 也就五六千块钱啊 要是一对 价值连城啊 你把包给我 哎啊一对才值钱呢 今天我到旧货市场 找到了另外这只 哎呦 我告诉你吧 这我本来想配上对 你看你看是不是和咱家 那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你看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就这个 这就是咱家那碗 你怎么证明 我怎么证明 这不那天给那老头拿碗吗 我不得进狗窝里掏去吗 咱家那狗啥皮鸡 你不知道吗 上去咔嚓一口 咬碗上了 这有印的 他真有牙印 你看看 你闻闻 有大黄的味儿 嗯 就是这个味儿 哎呀我明白了 小姨夫啊 这个碗转来转去 又转到你手里了 哎呀你们这些个号称玩古董的 玩收藏的 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圈子里转呢 价钱转上去了 还是这一个碗 哎呀小姨夫人家别人搞收藏收藏的是文化 你满眼都是钱 你就是个财迷啊 哎呀 我打你 等等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看你们还说不说我是财迷 啊 这个碗 是我一个老藏友给我的 这个老藏友 是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 亲其所有啊 看见好东西就拿下 看见既有价值好的就收下 我一看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呀 是是是 你知道那鸡钢杯吗 哎呦鸡钢杯 知道知道 据我所知 全世界一共只有三个 对对对 他有六个 他有六个 他说反了 全世界有六个 他有三个 我给你多少钱呢 就这么一个大收藏家啊 在临终之前 他决定把所有的收藏献给国家 我听说这个消息以后 我赶快把这个碗给他送了去 他说锅子 这个碗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如果有一对 那就好了 我这心里一直 哎 没过两天 我这老藏友就去世了 我一直看着这个碗心里难受 正好你的结婚 我就把这个碗送给你们了 今天 我到旧货市场 我又发现了这个碗 我一想 你们家那个咱们凑上队 就能完成老藏友的心愿 我就能献给国家了 对对对 没想到 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是为这个事难过 怎么了 神风 你讲的都是真的 因为在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的手一直都没有抖 小姨父 你那位老藏友 是个好人 你的人格也是 也是完美的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不完美 就让大黄给咬一口了 除了那个牙印 啊 妹夫 你那个藏友是个行家 嗯 他要说这碗是一对 就一定还有另外一只 对对对 到今天开始我什么都不干了 我号召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出去帮你找那个碗 对 为了老藏友的心愿 咱们一起出去找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但是 你说 还有希望吗 解放邻居们 有没有希望 有 你听听 谢谢大家 我真的希望 这是一个 完美的结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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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